政策制定符合民意的需求 来看苗栗县政府本里儿少参与式预算 经过奏域训练工作坊的讨论 共四项提案 包含了儿少表义权降低自杀率 减少三星使用社交媒体探讨 透过网络的投票 来作为政府预算投入的参考依据 同心协力完成主法 苗栗县政府儿童权力公约 宣导系列活动 暑期开跑 除充满挑战性的探索营之外 还有培养技能的厨师体验营 借此寓教育乐 获得参与学员的热烈回响 我们在暑假这个阶段 我们一直努力希望让我们的儿少都可以快乐 而且丰富的一个暑假 那现场很重视我们孩子的安全 所以我们特别自己来办理了 这个我们的出生的体验营 跟我们的综合三野的这个体验营 就是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也让孩子出来出出汗 然后学点东西 让他们之后在这个暑假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除了动态下领营之外 鼓励青少年多多参与公共事务 县府社会处还办理公民提案 儿少参与式预算 提出四大项 被大人忽视的表异权 降低儿少试图自杀率 减少使用3C手机 以及探讨社交媒体行为 让儿少意见充分被重视 大人的声音比较容易被听到 但是小朋友声音其实很不容易被看到 更听见 所以我们特别办了这样一个参与式预算 希望让孩子他们自己去表达他们的想法 然后透过他们真正对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起来做规划跟努力 那我们政府也会补助孩子一些经费 如果说孩子他们的一些提案我们觉得很不错 那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经费来规划 然后实际来操作 让孩子真正的想法可以落实在他们的身上 参与式预算儿少提案透过网络投票 作为县府制定政策参考 提案也会投入经费 透过办理宣导活动加以推动